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就是我們今天講的這個Focus Guide 那平常大部分老師用的這個簡報應該就除了PowerPoint以外 不知道老師有沒有過其他的 因為大家除了PowerPoint以外其實真的還有其他的可以用啊 PDF也可以當簡報啦 對不對 那至少大部分大家不會拿Word來當簡報 這是事實 也有人會但是很少啦 那個叫粗粗毛鱸不懂事嘛 那其實呢一般像各位我們常看到的 比如說像這個MagZone 賈伯斯很喜歡用的Keynote對不對 MagZone的這個Office軟體 另外還有一個也是我以前比較常用的就是Frame 這是國外的 那在國內也有一些人用 不過後來比較不用它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連線的速度 因為畢竟在國外的這個服務 那加上它又只能在雲端上直接做 所以對很多人來說就相對比較不方便 比較不方便 那後來我就改用這個這兩年用這個Focus Guide比較多 另外其實微軟它也有長進你知道嗎 除了PowerPoint其實它在雲端平台 我不知道各位老師有沒有 試著登錄過雲端平台的這個微軟帳號 它上面就有一個叫做Seway Seway 其實它的排版也不錯 只是微軟它沒有投出那麼多新 就是推廣在上面 所以這個服務一直起不來 但是其實它的效果其實也蠻好的 至少就會跟各位平常在用PowerPoint是有不一樣的 有不一樣的 那麼您可以往右邊看一下 您可以到我的這個部落格 點進去 我有一個區塊 我就專門在介紹 這裡就是所謂的創意簡報區 您就可以看一下 像在這邊 這個Player 因為其實Player我也用了一段時間 所以您點這個地方進去 就會看到我之前有用過的這個Player 只是我講過就是它的Loading的部分 Loading的部分稍微會 相對來說 尤其在學術網路裡面 就稍微比較久一點點 比較久一點點 所以你看它有一個Loading 那第二個就是說 它在中文的部分 能夠用的字體 大概就只有細明體 細明拿標開好像不行 所以我以前有寫過一篇文章 怎麼要把它改 可是我們還是比較希望 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是不要改比較好 對不對 最簡單的 那您可以看到它的這種 就是像這種方式去做操作 跟平常各位在用PowerPoint 是不是真的不一樣 對不對 那麼FocusGuy呢 您看到我在這邊 在往下 這裡 也是一樣 我把它打開 其實這些網站 這些網站這些服務 我們等一下都一樣 只要您有註冊的帳號 有註冊帳號之後 您都會在它雲端平台 就會有一個 就是專屬的頁面 當然您可以選擇 就是說 有沒有需要公開 那原則上 您看一下像這個 做簡報 我們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它的速度就相對比President快很多 那您在使用這些簡報的時候 除了就是發佈到網站上以外 也可以怎麼樣 也可以變成單機的版本 單機的版本 那 你覺得我這個簡報有沒有很認真做 怎麼回答 怎麼回答 我有認真做啊 我有認真挑好範本啊 哈哈哈哈 對啊 PowerPoint你也會選範本啊 對不對 嘿 所以說 這個就像這樣 有沒有 那 您看到了這幾個之後啊 您再回頭來看 我們President也好 FolkGuy也好 他們的共同點就是 都是以新制圖為核心概念 我想 可能有些老師也許 在上課或者是 您在自己準備這樣 可能就有在用新制圖 對不對 像南投我們那個爽文國中的老師 對不對 他也是用新制圖的方式 那很好啊 新制圖是一種方法 至於你用什麼軟體 那是其次 重點是他那個思考的方式 所以呢 我們 最重要就是 他其實 這兩種簡報方式 他們最特別就是 我好像有一張超級大張的字 然後呢 把你的想法放在裡面就好 所以他就一個一個個別去看 看你的內容 看你的內容 所以他有個好處 有什麼 整體的設計 雖然我們PowerPoint 一般的這些簡報來提 也都有所謂的範本 可是他是不是都 每一頁都拆開燈 對啊 但是如果你像這樣 我要做一個整體設計 就不行了 對吧 所以這個是 不一樣的方式 那 如果你曾經用過Crazy Focus概念 你會發現 他也許不是原創 但是他把它改得更好用 就是你的工具會更多 好 那 這個呢 了解了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您剛剛呢 有進到這個網址有沒有 進到這個網址 您就可以到我這邊來把 這個軟體把它下載一下 我裡面現在有放兩個 一個是那個 您進到我這個網址之後呢 裡面有兩個軟體 一個就是我們 VocusSky的這個軟體 好 另外一個是新制圖 S-Mine 這個是免安裝版 那我現在還在下載安裝版 那等一下我會放上來 就是您自己決定 它是要安裝的 還是免安裝都可以 好 那您可以先把這個 VocusSky這個軟體 先把它下載一下 那執行安裝 執行安裝 好 好